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 那今天我们学习第129课 称义的第10讲 奖赏不支持行为称义的教义 三卷第18章一解到十解 今天我们要带着以下这样的问题来思考 来听这个课 我们今天进入到关于称义的部分最后一课 称义 我们看到奖赏牧师特别处理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他一开始我们看到 不仅他谈到了我们蒙受救恩之后 在基督里获得了怎样的新的身份和地位称义 然后他就讲到了称义之后的生活 中间穿插了基督徒的生活 那么基督徒的生活之后 他紧接着又回过来头讲称义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18章为止讲称义 那么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他曾经也做过解释 他说到让我们知道这种基督徒的生活 他的性质是什么? 前面讲称义 然后后面讲到生活 是说到这种称义的目的是带来这样的生活 然后紧接着讲这样的生活之后又谈到称义 为什么? 回过头来说 这种生活或者这种善行 他的性质是什么? 所以称义里面大部分谈到了行为是没有办法获得在神的面前公义的地位 当然这个行为它不是说否认善行本身 因为毕竟救恩的目的是让我们行善 但是谈到这个善行 我们不能借着这个善行在神的面前获得称义的地位 那大部分处理了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神学的辩论 因为当时的教会刚从罗马天主教里出来 很多的信徒关于救恩还是不是扎实和清楚 同时在那个时代当中 罗马天主教神学仍然在有人主张和畅行 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这种非圣经的信仰的思想 要做一种正确的批判 让信徒更加知道我们所确信的是什么 免得受到这种错误教导的迷惑 那今天里面我们看到后面也谈到了 加尔文牧师这样不厌其烦的去谈论这些内容 也是要兼顾那些软弱的人 免得因着他们被这些错误的教训诱惑 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牧师处理这些问题出发点 不仅作为牧师正确的去教导全辈的真理 还有很多的是出于实践和募会性的需要 为了建立教会 为了巩固教会 让教会持守在他们蒙恩的这个位置上站立得住 免得受到错误的教训的影响 所以他就尊尊教导这样的内容 一个称义的教义却花了这么多章 花了这么多篇幅 甚至有些内容我们看到好像似乎反复的 但是他都是侧重于不同的角度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谈到这样核心内容 这样非常长的篇幅去论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可见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活在一个快餐文化这样的时代 人们都比较兴急 一个视频如果超过五分钟都不愿看 十五分钟就了不得了 像我们这样一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半的视频 是很少有人耐心 若不是真的为了追求真理和学习谦卑的态度的话 是很少有人从头看到伪的 那正因为这样 这个时代是这样的浮夸 这样的浮躁 这样的急躁 这样的肤浅的时代呢 基督徒反而越发要 在学习真理的事情上要严肃 那为什么当时那么严肃的 那么花了那么多篇幅处理呢 反反复复多方面的详细的处理呢 正因为它是教会的基础啊 前面我们也看到嘉荣牧师说到 这是关乎教会是否站立得住 真教会和假教会 真信徒和假信徒都分水里啊 教会能不能够 基督教能不能够站立得住 关键性的教育就是因性称义啊 如果因性称义的教育摧毁了的话 毁坏的话 不确立在这个基本的 救恩的教理上的话 那么教会就不能成为主的教会啊 可能陷入到各种假的异端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关乎正统信仰 和教会存亡的关键的真理 那么对于今天这个浮躁的 急躁的轻浮的 这样的文化充斥的 活在这样文化当中的基督徒 虽然我们也多少难免受到 这种文化的影响 我们越发要警醒 在信仰上不能寻求这种快餐的文化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某种意识 去针对这种堕落败坏的文化的弊病 要带着意识去克服和拒绝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意识去克服和拒绝 所以你我们礼拜的时候 虽然牧师不会刻意的 现在没有这样的牧师 刻意讲到讲到一个半小时 这样的一般主日讲到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但是即便如此 有的教会讲四十五分钟长 然后甚至二十五分钟 甚至更过分的要求十五分钟 牧师为了迁就现在信徒的软弱 不得不讲到的时候 得多加一点佐料 讲一些笑话和例证 让信徒们保持高度集中 或者是免得他们觉得乏味就不厌烦 当然牧师至于讲到当中 是否要掺杀那些佐料 过多的佐料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应该带着意识 我们要攻克己身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这种文化影响 所以也会有这种浮躁 浮浅的这种精神在我们里面 有的时候看一卷圣经的时候 哇诗篇一百一十一百五十篇 看了这个一半短的话还可以 一百一十九篇 哇这么多经文 看着看着看不完就不愿不耐气烦了 读创世纪读五十章 读读读就看不到头 即便如此 创世纪大部分都是叙事题材 所以还有点去 但是读到立威记 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 繁琐的什么会幕的建造 如何建造会幕和建造会幕等等 反反复复的这个也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就读着不耐烦 所以很多人连出埃及都出不了 然后就是没办法进入到迦南地 所以这个五经读不完 就这样的 所以丁丁姊妹 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 所以盼望大家也是带着这样的意识来读 广称义 他就讲了十个 讲了这么多内容 所以可见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面穿插了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也要留意克服 今天这种教会随着文化的肤浅 然后我们也变得肤浅 重要的议题 反反复复要重复 要多处理 甚至有的人觉得 我之前在别的教会听说了 我们教会到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有人觉得 这个牧师为什么总讲这个问题 讲重复的 讲重复有两个现象 基本有两种 一种是不正常 一种是正常 不正常的是牧师实在是没有什么讲的 他装备的真理的全面性不够丰富 所以他只讲他关心的问题 对反反复复讲重复的问题 那第二就是 那个议题太重要了 牧师在牧师看来 教会仍然没有很好的了解 掌握这个真理 所以教会纵然要教导全辈的真理 但是就教会现在信徒的光景 牧师觉得他们还没有毕业 所谓的这个科还没有达到 可以越过去讨论下个议题的 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他会反反复复的强调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学校 这个我都听过了 为什么还讲 福音从一世纪开始到现在 福音没有加添什么 顶多是对福音有深入的 全面的解释而已 没有加添什么 古旧的福音 离开这个古旧的福音 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 所以我们一辈子 这些传道人讲新旧约 虽然是66一卷圣经 但是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如何过福音 蒙昭的恩与福音相称的生活 基本上就脱离这样 我们当信什么 我当信上上帝 尽的本分什么 基本上就两种类 对不对 我们讲不出什么 特别新鲜花花的内容 所以信徒应该抱着正确的态度 对待期待讲道 我在讲道当中 不能期待上帝 没有应许我们的东西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在这方面要留意 那么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他讲到这个称义之 后呢最后一讲里面 又再次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圣经一直谈到 你发现他讲的称义 都是很重要的 对付那种行为称义 或者是律法的义 行为的义 信心的义 借着恩典被称义 这个信心的义和这种功劳主义 律法主义 行为的义 正好是对立的 矛盾的 一旦允许我们在称义的事情上 有自己的功劳 掺杂 行为掺杂 就完全摧毁了这个唯独 借着上帝的恩典和信心 唯独靠着基督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个事实 所以加尔牧师不断地去批判那种错误的功劳主义 或者行为主义 或者律法主义 那紧接着在最后的时候 他仍然在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后面会谈到 这个所谓的天主教呢 他们还是根据圣经当中一些经文 来主张自己的错误的观点 他们认为我们可以靠着行为诚意 为什么 他认为圣经当中谈到了一些 关于行为的报场和奖赏的教导 所以他根据这样的 上帝根据这样的 他根据上帝应许这样的赏赐 然后就推理出来 我们可以借着行为诚意的这样的错误的教训 所以这一讲主要是针对他们这种错谬来进行讲解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分两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奖赏的经文 并不支持行为是救恩之音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原理上的 理论上的这样的原理上的一个总体的处理 一节到四节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关于奖赏的经文错误主张的一些具体的反驳 无解到实力 就是天主教他们根据不同的经文 主张导出他们靠着行为可以称义这样的错误的教导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经文的误解 所以一一的去摧毁他们所根据的那些对经文的错误的解释 那其中呢 谈到了这几方面 就是第一个是生命的冠冕 然后积才于天 然后受逼迫配得天国 最大的是爱 尽如永生就当尊生诫命 信心本身就是行为等等 这几方面重点的去最针对了他们进行了批判 那我们首先来看原理性的这样的总论 加尔牧师说当我们思考教导神 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的经文的时候 就是他开始处理这些圣经里面 谈到上帝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 我们这样行 上帝就这样这样带我们 举了一些经文 就是我们看到PPT上所罗列出来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 按着本身所行的祸善祸恶受报 罗马书二章九至十节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你们这蒙天父赐福的 蒙沃夫赐福的可来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锅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渴了 你们给我喝 那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加尔沃牧师是谈到天主教们 他们根据这些经文 谈到了这样的经文 那其实这些经文 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 可能也会有的困惑 很多基督徒也是因为这样的经文 产生一种上帝分明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报应我们 好像是公义的原理 我这样做 所以就基于这个 好像圣经也支持我们 如何如何得救是在乎我们的行为 等等这样的误解 那么我们在跟着加尔沃牧师 处理这个内容的时候 也可以纠正我们里面一些困惑 这是第一部分就是照着个人行为 上帝必照着个人行为报应的 这样这类的经文 那还有其他类的经文 就是教导永生是行为的奖赏的 这样的经文 比如说真言书十二章十四节 人手所做的为自己的报应 然后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然后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谈到逼迫的时候 在天上赏赐 然后格林多前书三章八节 将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好像是我们在这个永生待会儿 后面我们加尔沃牧师要解释 所以这些经文 那这两类经文 到底如何去理解呢 加尔沃牧师就进行了解释 他说到因为这种表达方式 就是靠什么我们的功劳也好 好像行为也好 上帝报应我们 上帝根据我们的行为赏赐 给我们永生等等 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产生结果的原因 不是指这种表达呢 不是指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 也就是说不是在说明我们如何得永生的原因 也就是说不是来说明我们因着这些行为 我们才得永生啊 不是说明我们这些行为或者是报上的原因 而是指次序啊 先什么什么然后什么 毫无疑问 主必出于他的怜悯 按照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次序 按照这一节经文 上帝所描述的次序来完成或者是实现 来成就我们的救恩哈 上帝设计我们救恩的时候 不只是在创始之前的拣选 他还在历史当中我们主日也谈到 上帝在实行成就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呢 他也有他的实行成就他计划的这个秩序 这里面八章三十节罗马书 预先定下预定啊 又招他们来 不招啊 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义啊 称他们为义又要叫他们得荣耀啊 当然这个后面又解释受苦啊 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一同得荣耀 其实在称义和得荣耀之间 还有这个苦难今世的一些事情啊 总之呢我们看到上帝预定一个人 他与他儿子一同得荣耀 不只是预定了这个结果 而且还具体的实现成就这个救恩 他有他的步骤 次序招称义 然后让他们经过一些过程 最终得荣耀 虽然神单单出于他的怜悯接纳 他的子民让我们得生命啊 我们被神接纳完全出于神的怜悯啊 在创始之前照着爱我们的大爱 依照着自己所喜悦的 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啊 但他带领我们经由善行拥有生命 我们获得那个最终的生命 中间不是那么干等的啊 而是经过善行啊 招我们来又称我们为 称文艺不是又加上苦难 什么呃这个背十字架 然后终于使命等等 末向来世这个过程当中最终得荣耀嘛 他就按照他预定的次序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 所以他不只是预定了结果将我们得荣耀 而且他也预定了这个达到这个荣耀的这个步骤和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谈到那些行为也好 因着这个上帝什么若行善什么 我就报应你们 并不是指我们得到这种永生也好 或者赏赐也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而是次序啊 先经过这些事情 然后达到这样的结果啊 那紧接着呢 他又谈到了积业的问题 从这个积业这个词本身的性质 也可以看出行为不是救恩的原因啊 因此行为绝不是排斥恩典啊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 称义排斥的不是行为啊 称义排斥的是功劳 对不对 功劳性的行为 一个人被称义了 我们上一节讲 真正的称义的信心是伴随着行为啊 称义的目的也是 最终让我们结出善行嘛 善行好行为 证明我们是得救的啊 称义和成圣 或者圣化是不分家的 虽然是区分 但是不分割裂啊 所以不排斥恩典啊 当我们教导行为的时候 并不意味我们是靠行为得救 不是靠恩典得救啊 这个意思 所以行为关乎 前面谈到这个次序赏赐 关乎的是人的积极性的问题啊 当谈到我照着你的行为 报应你不是排斥恩典啊 好像废去了这个赏赐也好 不是照着恩典 而是照着我们行为 废除了恩典啊 而是说人积极性啊 回头我们会解释啊 因此呢 我们不能根据上面的经文 就推论说 信徒是他们自己救恩的创始者 为什么上帝根据你的行为 然后赏赐给你永生 或者是赏赐给你什么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上帝可能只是被动的 对我们的行为的一种回应 才拯救我们吗 加尔文牧师说 前面那些经文并不是指 上帝拯救我们 只不是根据我们先有的行为 然后只是对我们行为的一种回应而已 因此呢 实际上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得救实际上是取决我们自己 我们这样做 上帝就救我们 我们这样不这样做 上帝就不救我们 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根据这些经文 就可以推出这个结果是 救恩是我们自己救自己 救恩是由我们而产生的 或者说救恩是我们行为的结果 因为我这样做 所以上帝救我们 不是这个逻辑 不是这样 所以前面那些经文 我们不能作为我们行为 就行为称义的根据经文 那加尔文牧师为了说明这一点呢 他就说到了 其实我们得救的问题 是有这样的顺序 首先我们听福音 罗马书我们讲课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已经谈到了听福音 然后圣灵光照我们 或者是圣灵重生我们 然后使我们与基督相交 当我们听福音 相信圣灵光照重生我们 我们相信的时候 圣灵就是我们与基督相交 或者是联合 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话 我们就有份于他的义 或者是永生就开始了 因为已经开始与神相交了 过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的解释 这个永生 开始了 已经开始 已经成就 但是最终实现 然而 所以这个永生的概念 和我们以为是将来 在天国里永远活着 那个永生概念是不同的 圣经里面提到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身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和我们将指的那种传统当中 认为在天国里永远活着 是意义不一样的 在天国里永远活着 是包含在这个概念里面 从现在开始就享受生命 永生 然后持续到永远 那这个永远在基督复活 再临的时候 带领我们复活的时候 在永世里面持续的状态 包含着我们那个什么 永远活着 在天堂里永远活着 那个概念 但是不只是那个概念 然后呢 在那里 他们心里就开始了 并且在他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上帝借着他的灵 在我们里面 已经开始了这个善功 使我们悔改 使我们相信光照 我们让我们与基督联合 已经这个动了善功 也必成就着善功 直到基督的日子 这是菲利比书一章六节所说的 所以你发现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行为 并不是什么功劳因 并不是救恩的创始者 我们听信福而已 然后圣灵光照我们 使我们与基督 我们就享受这个永生 那加尔默士进一步解释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当确立了一条原则 就是天国 注意哈 天国也好 永生也好 包括天国里的祝福 回头我们会解释哈 天国不是仆人的工价 而是儿女的基业 以赴福祖书一章十八节 什么叫做仆人的工价 什么叫做儿女的基业 基业是那些主的 得照主儿子名分的人所享有的 已经是神儿女的 所以上帝应许给他的儿女 这个产业 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那个继承产业呢 然后犹太 以色列人 西伯来人 古代西伯来人 那个时候也是 亲生的儿子 成人之后 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哈 但是在自己家里面的仆人 他只不过是个工人 长工而已 他是没有权利继承主人的产业哈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在加勒太书四章三十节里面 做了这样的解释 十女的儿子 十女本来就是奴隶嘛 女的奴隶 生的儿子就是奴隶嘛 所以他不可能与主妇 就是主人的妻子 生的儿子 当然就是主人的儿子了 是不能一从承受产业的 所以要被赶出去哈 那些由圣灵应许 由永远荣耀 作为行为赏赐的经文当中 他明明称妻为基业 就是说圣经里面 圣灵在圣经里面 所应许我们所有关于什么 永远的荣耀啊 产业啊 我们是顺从神的赏赐啊 报偿啊 那些经文都是属于基业啊 不是工价啊 这个是性质 很重要的原则啊 我们所有的上帝应许我们 这些赏赐 都是基业 而不是工价 工价就是什么呢 做工的得工价是 不是恩典乃是应当的 这是公义的原理啊 公义的原理 而基业呢 是恩典的原理啊 恩典 为什么 我们能够成为儿子是 我们本来是 这个罪人嘛 仇敌嘛 被接纳为儿子 才有份于他的产业嘛 所以这个是恩典啊 不是基于公义 按公义我们应该被咒诅 但是仆人呢 做工得工价 这是公义啊 你做了我就给你 这是公义啊 交公义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赏赐的应许 都是属于基业 不是工价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 他就谈到了基督和保罗的使徒的话 马太福音25章34节里面 这山羊和绵羊的那个比喻里面说的哈 基督讲的 对对 于是王要向那个左边的说 你们这些蒙我父所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 前面就谈到了什么 我饿的时候 你们没有给我 你们给我吃 渴的时候给我喝 我病了你来探访我 如何如何 然后呢 谈到他们的行为之后 就对他们宣布 来你们这些是蒙我父所赐福的 然后承受这些吧 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印象 就是好像上帝根据基督是在谈公义的原理 实际上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呢 不是公义的原理 而是已经有了恩典 为什么 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承受的是什么 预备的国 而前面谈到那些行为 那些善行 好像是根据他们的善行 对他们的公义的一种这个工价 好像是这样 但实际上不是 在创世以来就预备的 这是出于上帝连绵 早就预备的 所以现在把已经预备的应许的赐给他们而已 保罗也是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到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照基业为赏赐 你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保罗劝弟兄姐妹 你们打工的时候 给老板干活的时候 不要只是在眼前干 学生跟老师学习一样 不要在眼前干 教会的工人们 同工们 侍奉也一样 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服侍一样 不要只是在牧师面前干 在人面前干 要从心里做 向做给主 真的是做给主 我们侍奉的是主 当然我们在公司里 当然是给老板打工 对不对 但是要像给主做的一样 从心里做 这是基督徒 工作原理 在教会里面也好 在哪里也好 都一样 向着主做 那么你们就必从那里 得着基业为赏赐 这提到赏赐了 对不对 前面是行为 你们那样行的话 就得这样赏赐 但是我们看到 保罗说到这里基业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 神儿女预备的 不是工价 在他们做之前 已经预备了 但是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把应许的给他们 所以基督在呼召选民的时候 这个已经解释了 那从此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无论是基督也好 使徒也好 他们非常正式的言词 使用这样很正式的言词 我们要特别的格外小心 不要把永恒的福分 归给行为 好像我们承受这福分 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取决于我们的行为 而是要归于 神赐给儿子的名分 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些 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上帝允许给他儿女的基业 我们之前也讲过行为 我们的行为 如果不是被称为义的话 我们的行为都是不完全的 对不对 不完全的 不完全的就是遭神愤怒的 不完全的 不但得不着神的称赞 甚至要被咒诅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 被在基督里被神称义接纳了 我这个人的行为 虽然不完全 上帝也看作完全来接纳 因为基督的缘故 在基督里 悦纳了我这个人和我的行为 这叫双重称义 所以我们即便是圣徒的行为 也不完全 即便圣徒的行为 强于不信的人 动机上 目的上 某种程度上都强于他 但是仍然是不完全的 不能单单根据我们的行为 来决定我们的祝福 所以这是神对儿女的应许 即便不完全 仍然应许给他们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特别注意 这个性质 不是出于行为 乃是出于神对他儿女的 应许的基业 那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呢 这样我们牧师就就谈到了这个以亚伯拉罕 作为个例子来说明 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我要赏赐你 我既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所以我就要赐福给你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 我们就发现这个赐福跟他以前 上帝与他立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5章5节17章内容都差不多 在上帝赐福他这个内容之前 上帝早就应许他 他要大多子孙多 然后祝福的源头如何如何 赐给他土地 后以祝福的源头等等 也就是说 当他这样顺从之后 上帝将他出于恩典的应许赐给他 所以当他顺从之后 上帝应许他赏赐他的 祝福他的 不是对他行为的一种 出于公义的公价的报偿 因为你这样 所以我给你这样 而是还是恩典的原理 已经应许给他的 那弟兄姐妹可能心里就犯嘀咕了 在信徒行善之前 神已经应许奖上他们的行为 除了他们 他神自己的怜悯之外 恩典之外 再没有赐福信徒的原因 我们还想到信徒不完全这个概念 不完全 不完全就是罪人 我们只不过是 批带了基督的义袍而已 我们实际上还是不完全的罪人 那只要有一点的瑕疵 神就是愤怒审判 但是因为我们批带义的缘故 所以上帝称我这个人为义 我的行为也在神的面前被约纳 因此我们真正蒙赐福 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 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怜悯 和他的应许 那有的人就问了 可能会想 上帝这样说 是不是在忽悠我们 好像这个骗我们似的 用在行为之前 已经拜拜赐下的福分 来赏赐我们的行为 那是不是在骗我们呢 好像对我们的行为 有什么什么什么似的 但实际上不是 在我们行为之前已经允许了 那到底啥意思 上帝为什么这样呢 是不是在骗我们呢 空投支票似的 实际上跟我们行为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加尔文牧师做出这样的解释 他说上帝喜悦我们操练善行 同时可判 他已经应许之事的彰显 或者说实现果实 接着这样的行为 更加仰望 摆在我们前面的属天的 有福的盼望 应许的果子 就可以恰当地归给我们的行为 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行为 才使得果子得成熟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上帝应许 上帝预定 然后结果 这个行为 这是次序的问题 这不是原因的问题 上帝预定要经过这种行为 赐给我们这样的结果 行为本身不是得到这种结果的原因 赐福是神的恩免 神应许 神的怜悯是原因 所以上帝要我们经过这样 才把他所应许的祝福赐给我们 那么举例子 例证 保罗和彼得 保罗说 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是从前在福音真道上 所听见的哥罗西书 他这样赏赐是为了 给你们存留天上的盼望 而这盼望是从前在福音 我们这样反应之前 已经在福音里面应许了 在福音里所听见的 我们听了福音 上帝借着福音应许我们 然后我们今天盼望 对不对 彼得也是因信 谋生能力保守的 好像是我们有功劳一样 必得着所预备的 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所预备的 早就预备给我们了 在我们产生这样的反应之前 已经预备了 所以这个是次序的问题 不是原因的问题 使徒保罗优美地表达了两层意义 他教训哥罗西信徒履行爱的本分 因为当他从福音 当他说从福音中知道 为他存留在天上的福分时 是在宣告 这个盼望单单依靠基督 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 为什么 这个盼望已经在福音真道上 应许的吗 听到的 借着基督为我们赚来的 当彼得说信徒为此缘故时 努力时 他的意思是 信徒必须经 终生继续不断的奔跑 好能够得到奖赏 就是神已经早就预备 给我们的那个 那为了防止我们把主的应许 他所应许的这个奖赏 看作某种功劳工价 好像我们如此做 就赚来换取的 主用了一个比喻教训我们 葡萄园的比喻 这个是我主日的时候也讲过 葡萄园里面比喻 我们看到他提到了 清晨中午 然后下午三点 然后五点 然后去找 怎么发现总是有人闲站着 就叫他们来做工 然后清晨出来做工的 和下午五点进来做工的 都得了一样 这个教训教导我们什么 加尔文牧师 他说他引用了这个 外邦人的蒙昭 这个作者的话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里面透过比较 这里面不同方式的呼吸方式 单单都是出于恩典 实际上我们看到 比起葡萄园需要工人做工 更强调是葡萄园主人的怜悯 要给那些人一个就业的机会 早晨溜达溜达 发现有人闲站 就让他去做工 给你一千银子 中午去还有 下午去还有 五点钟去还有 后来诧异 为什么都在这闲站呢 进去吧 我给你该给的 这个主人给这些人一个养活家人 维持生计 有活干 有钱赚的一个机会 这是葡萄园主人的恩典 根本原因是这样 结果那些下午才来 进葡萄园的人 与那些整日劳努苦 做工的人 获得同样的对待 无以表明 这是出于上帝的大恩典 赏赐那些已经垂暮之年的人 傍晚来的人 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功价 得到这样的一千 卓越的恩典 是要让他卓越的恩典 这个人就特别感动 对不对 啥也没做 做了一个小时 就得了辛苦一天的人 得的钱 当然改了 神并不是按照他劳力的支取工价 工价就是公义的原理 乃是在善行 在他们配得的行为之外 向那些选民注入他丰盛的恩赐 所以他赏赐是出于他丰盛的恩赐 好叫那些整日工作和所 然后得到却所得 却与后来相同的人知道 让那个干了一天的人明白什么呢 他们所得的是恩典的赏赐 不是工作的报酬 工价 虽然当时是指犹太人 你们得以配进神的国 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 而是因为我怜悯你们 应许你们列祖 给你们这个永生的祝福 但是犹太人觉得自己 好像有功劳似的 那外邦人呢 结果欢喜的感谢上帝 送赞神 犹太人反而不敢 所以那个比喻实际上是指恩典 所以我们看到 加尔牧师解释到永生 永生呢 包含着两层意思 就是与神交通 这是约翰福音 二十章 不是十七章 三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身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永生这里面说到是认识 什么叫做认识呢 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五节 里面说到 这个原有的道 现在显明出来 我们与他相交 然后将这道传给你们 好让你们与我相交 然后你们与我相交 就是与我们相交 与使徒的教训相交的时候 就是与父与子相交 然后这就是永生嘛 所以我们看到认识神 是一种交通 与神和好 与神交通 与神保持这种正常的关系 本身就是生命 所以和我们那个 长久的活着 那个概念不一样 如果那个概念 按这个概念来比的话 那个是结果 对永生的一种结果 或者一种形态上的描述 但是永生根本的本质是什么 与神交通 和上帝和好 持续的和上帝保持正常的交通 那我们这些自称为 得永生的基督徒 我们要反省了 我们自称为有永生 不是指将来某一天 拿个门票进天国 而是现在你有没有享受永生 享受与神的交通 在你的繁忙的学业当中 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有没有持续的和上交通 虽然不一定 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 这个什么也不想 天天像宁经那样 当然那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在处理 手中的责任本分的时候 有的是我们思想 暂时会投入工作 但是我们心灵里面 仍然可以在神的面前 带着以马内力的神 带着神的平安 与神交通的时候去工作 对不对 不要断了这种交通 这种交通本身就是 树栽在溪水旁 昼夜思想是不断的默想 心思不断的在神那里 在神的话语上 在神那里 这就是生命 所以他遇到试炼 患难的时候 叶子不苦干 仍然按照结果的 这种生命的交通 旧约里面常常用一些画面 一些图画来形容这种 与神之间的关系 活水泉 树栽在池水旁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 刚才我们讲到了 现在已经拥有了 为什么 已经与神和好 已经开始交流了 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与神交流 所以现在 信的人不被定罪 就有永生 已经有永生了 将来不被定罪 在审判台前 不至于定罪 那个是将来的 现在已经有永生了 已经享受了 享受这个和神的和好 和生命的交流 然后还有 包含这个福分 我们拥有了福分 这个福分 就包括将来的产业等等 那个是将来的 包括身体的复活 和永恒的国度里面等等 包含那些 所以永生是 从现在开始持续到永远 和神的关系当中 保持正常关系当中 也包含着神在 这个关系里面 应许给我们的 其他的祝福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永生 不管是一个 永远不死 长生不老的一个概念 一个整全的 和神的关系的交通里面 包含的一切 因这与神和好 上帝所应许的 在基督里 所有的一切的祝福 都可以总括性的 说到永生 这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概念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前面说 儿子和仆人的差别是什么呢 儿子的名分 加尔罗牧师根据保罗的描述解释 儿子的名分 即使就是得身体的得赎 或者是复活 他说到 我们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 就是身体的得赎 身体的得赎 就是我们身体完全得救 这个所谓的 就是基督在灵的时候 带给我们身体的复活 应许我们的 因基督的复活 我们也可以复活 因为他成为复活的初节的果子 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那些后来熟的人 复活的人 就是信他的人 所以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虽然信他的人救用生 我们被称为儿子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儿子的名分是指将来 犹太人的这个背景里面 是成人典礼的时候 他才赋予儿子的名分 他有了儿子的名分 他才有承受父亲产业的权利 小孩子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候 是没有儿子的名分 成人礼以后才有儿子的名分 才合法的承受父亲的产业 所以基督徒里面 在这种文化背景里面 谈到基督徒的儿子的名分 等基督徒成熟到一定程度 才有资格承受产业 那个就是指我们复活的时候 身体得赎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承受产业 复活之后直接就进入到 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虽然圣经里面说什么 还有个审判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更已经不被定罪了 基督的缘故 那个审判可能比起什么 定罪更多的是 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之后 就可以承受这个产业 所以复活身体的得赎 儿子的名分将来 所以我们这些已经得到儿子名分 应许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得到那个产业 因此信得到儿子的名分里面 已经包含了很多的祝福 永生 包括永生本身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 圣灵给我们的应许 是在赞许我们的行为的高贵 好像我们行为本身配得 这些奖赏一样 因为圣经没有留下什么 可以叫我们在神面前 夸耀自己的余地 事实上圣经总的目的 就是谈论这些赏赐我们 什么也好 谈论称义也好 总的目的是意志 降杯 推翻 彻底粉碎我们的骄傲 一信称义里面 没有给我们人留下任何 夸耀 功劳 骄傲 夸口的机会 因为称义的本身 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 乃是基督 基于上帝的怜悯和基督的行为 基督的义 基督的功劳 所以是当我们思想这个救恩 我们如何得救的时候 真的就是令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 粉碎我们任何的虚妄 对自己的任何夸耀和虚妄和骄傲 包括这些赏赐的应许 这个根本不是基于我们行为 是吧 我们之前也多次谈到 基督徒的行为本身也是不完全的 这个不完全的行为 如何在神的面前获得上帝的称许 甚至这个行为本身 有值得上帝赏赐的这个价值呢 即便百分之百顺从神 也不过是本分而已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被造物 顺从神是理所当然的 是本分 应该做的 那有什么可称赞和赏赐的呢 所以这里面没有留下任何我们夸耀的骄傲 此应许赏赐我们行为这个应许呢 是帮助我们的软弱 注意啊 是帮助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软弱的缘故 所以他用应许来帮助我们 为什么 如果被以这样的盼望来扶持我们 注意啊 盼望来扶持我们 为什么 我们在试炼当中遇到试炼的时候 上帝如果不应许我们 什么忍耐到底就必得胜 什么忠心到底 我必将生命的冠冕赐给你 以盼望来扶持我们 我们在那种试炼逼迫当中 就灰心沮丧软弱跌倒了 对不对 若没有这样的安慰来缓和我们 比如说我们被逼迫 上帝说将来上帝一定会公益 去报应那些恶人 什么等等 然后一定如何擦干你的眼泪 来安慰我们 让我们知道 因着将来 神应许将来的那些祝福 让我们今天可以获得力量 缓和我们对现在遭受的逼迫患难 试炼困苦的压力 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去继续忍耐 坚忍 不至于划脚跌倒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就用那些美好的应许 来兼顾 来安慰我们 用这些盼望来激励我们 这个并不是指我们有什么功劳配得的 是因为我们软弱才这样的 所以我们圣洁的生活 是通往天国的道路 不是通往天国的原因 经过这样的圣洁生活 通往天国 不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才进天国 那些将永生称为行为赏赐 行为奖赏的经文中 此永生不简单的 只是指我们与神交通 这刚才也解释 还包括福分 人要放弃他所有的一切 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无论是钱财财干 还是自己拥有的能力 这个都不能成为我们 在神的面前夸耀的资本 不能依靠这些 甚至我们自身 我们拥有的是身外之物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也是 不能成为任何夸口和资本 这证实 这是非常困难的 人最难的就是否认自己 人最擅长的就是自信 纵然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 有自卑感的人 但是自卑感的人 我们仔细发现的时候 他是在某些方面有自卑 但是在另一方面 他会很自信或者骄傲 所以一个人又自卑又骄傲 这种矛盾的情感 会在一个人心里面同时共存 每个人都一样 包括牧师也一样 所以一个人否认自己 所骄傲的东西 连自己都否认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现代人特别强调 人自己的尊严 现代文明社会当中 我们要留意宗教改革 和法国大革命不同的精神 这个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谈 如果有机会 大家也查考一些 像用专业的文章看看也好 一个是人本的 强调人权的 人自主的 没有上帝脱离 上帝管控的 自主的 自己存在本身内在的尊严 另一个是强调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尊严 前者是人本身的价值 后者是上帝的恩典 现在强调的所谓的人权 比起基督教里面 人灵魂的价值 人尊严的价值 虽然现在很多中国基督徒 常常引用美国的 什么立国宪章 什么人为创帝 上帝所造 在上帝面前 人人都平等这种口号 但是今天支配文化 主流文化的 比起这种价值 更多的是人本身的价值 你思想一下结合心理学和 现在很多的法律 比起因着上帝人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人存在本身的价值 韩国最近不是前几年 总是超超着人权吗 人的自由 人的尊严吗 同性恋合法化吗 反对什么差别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他不是强调上帝面前他的位置 而是强调他自己本身 我们现在 就像有些赞美士 我们赞美队不要伤心 牧师为了教导的缘故 把很多类似的主题 串联起来 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 渗透了这种 似是而非的思想 背后都是因为 世俗文化的影响 世俗文化里面 已经这种主流思想 变成神一样的 绝对真理一样的观念 已经影响到教会的辅导和赞美 原样接纳我 这就是人的尊严 人没有什么不好的 别说人不好 人本身存在 本身就是尊贵的 连上帝也要照着原样去接纳 当然我们赞美诗里面 有些福音诗歌里面 唱的只是混合的 不纯粹是这样 但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包括教会的辅导 也受到了这种世俗的观念 你要接纳你自己 先别管他 神接纳你 饶不饶恕你 虽然有的时候 也挂上神接纳你的名签 然后把神的接纳和 圣经里面神接纳你的接纳 和世俗文化里面的 那种接纳的概念 融合在一起 然后因为有相似性 然后就变成一种 基督教所谓的辅导学 有这样的好 不是所有的基督教辅导学 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好 然后你也要接纳你自己 认可你现在的不足和软弱 这样式的接纳 所以实际上 根本的原因 还是人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所以人 现在的精神就是这样 强调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 我的自由 我的私人空间 我自己的感受 现在甚至教授 牧师随便讲道的不好 搞不好 让信徒感到不舒服 或者感到冒犯 像我们总神有个教授 因为他是讲福到商谈学 基督教伦理 然后讲到了一些什么 同性恋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他在分析那个案例的时候 有些女同学就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举报教授说 教授这种所谓的性侵 或者说什么 让他感到不舒服 教授就要被触发 所以现在很多的法律 也不知道是保护 该保护的还不该保护的 反正都在保护 法律本身应有限的缘故 你说现在这种法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人自己主观的感受 有很多东西很难判断的 你没有性侵他 甚至言语 甚至眼神 或者一个玩笑 他感觉到不舒服 他就可以变成一种侵犯 这个是很主观的 很主观的 所以世俗文化背后 更多强调的是 人自己本身的价值 包括我们感受的 包括我自己认为 我是男人还是女人的 都一样类似的经常 所以今天 辅印越来越难 为什么 辅印要求人否定自己 否定人的 自己认为的那个价值 我们能力的价值 我们行为的价值 我可以做什么的价值 不是否认上帝 创造我们形象样式的价值 而否定人自己 和自己拥有一切的价值 然而这种 辅印的要求 正好和现在的 时代的精神 正好是180度的 这种冲突 两种强大的力量 辅印强烈的要求 人否定自己 但是这个时代 正好是自我膨胀的时代 所以今天基督徒 信主越来越难 如果没有圣灵 强烈的做工的话 来到教会的基督徒里面 仍然会残留着 极其强大的 那种自我不肯否认 甚至自我肯定的 自我膨胀的 自我中心的那种精神 在支配着我 为什么 我们正活在这样的 大家都觉得正常的 这种思想当中 一种敌 基督教精神的文化 所以上帝让我们一生当中 以十字架 来教训练我们 让我们不断地背十字架 不断地否认自己 免得我们心中渴望 信赖今世的好处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 上帝让苦难 试炼 临到我们 甚至谈到 赐给我们一个 不幸的家庭 是免得我们过度沉溺 于家庭的幸福当中 让我们知道 今世的虚浮 断绝我们对 转瞬即逝的 今世的祥乐 让我们盼望 真正的那个永福 真正的快乐 听起来真是 谁不得不敬佩 加入牧师 对神的道和 人本性的这个洞察 绝对是洞察力 五百年前的人 比现在心理学家 讲的超越的多了 记合后圣经 又这么实在 想想吧 对不对 保罗说 用事物的和 不用事物的一样 结婚的和不结婚的一样 什么意思 那种超越 是吧 不是反对婚姻 不是反对 不是主张这种景欲 不用今天 今世的这种事物 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 回顾的话 可以去回顾 以前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生命的圣洁 不是通 不是道路 不是进入天国的道路 我借着这个 然后换取天国的荣耀 不是 不是公立 不是公义的原理 而是引导我们 彰显天国道路 我们这样如此生活的时候 才与天国的子民的身份相称 才彰显出天国 这是彰显天国的方法 不是进天国的方法 神允许奖赏 善行 是要用一些安慰 支持我们肉体的软弱 不是要我们自高自大 以为我们的行为 什么有多大的价值 因此 人若从功劳中 推论出奖赏 或者是将善行 奖赏 等量齐观的话 好像我们的这个行为 配得这种奖赏一样 那就与神的目的相差甚远了 神的目的是什么 安慰 激励 坚固 彰显他的怜悯 而不是让我们 发现自己行为本身 值得什么 奖赏和价值 然后紧接着呢 第二部分 没关系 重点我处理了原理 原理通了 下面就是处理具体的案例而已 所以原理我处理的时间比较长 虽然是只有四节 后面六节呢 我们一带而过 简单的一解释就通 所以原理更重要 把这些原理也可以应用在这些经文的解释里面 我们看到 加入牧师紧接着就处理了这些 天主教 他们所主张的这个 根据上帝赏赐我们的善行 导出行为称义的这种错误的交道 总共有这样的六种类型的经文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生命的冠冕 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里面 说到有公义的概念 为你 为我存留 保罗说 当跑的路 当打的仗 然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吗 好像我前面跑了 我打了 所以这样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那日要赐给我的 这个经文是 好像这种公义的生命的冠冕 是根据我的公义的原理 行为的赏赐 然而奥古斯丁说到 若不是有怜悯天父的赏赐赐下恩典 那么公义的审判者怎么能够将冠冕赐给谁呢 如果上帝按照公义的原理 这个冠冕该加给谁呢 没有啊 为什么 按公义审判 在神的面前配得赏赐的 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完全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得这种冠冕 对不对 神如果不赐下称义 罪人为义的恩典 人怎么能有义呢 若不是神仙赐下人 所不应得的这个祝福赏赐 他怎么能够配得冠冕和义 怎么能讲这个冠冕和义赐给人呢 仿佛人应得的似的 总之就说上帝应许我们不配得的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根据这个总原理 我们来理解这个似乎让我们来困惑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这里不是是公平 因为按照我们所行的既是变保罗 他也不完全 所以他也不能根据他自己当跑的当打的 就觉得他配得这样的赏赐 根据他的行为赏赐他 不是的 所以这种赏赐的原理不是公平 这种生命的冠冕 好像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但是不支持我们借着行为可以成义的这个教理 第二 积财于天 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就可以接到 好像在地上的行为 可以决定我们将来的什么 然后保罗也谈到了 你们要嘱咐那些人负责 不要自高 无尽的钱财 预备将来 持定了真圣 善事上得富足 甘心事舍供给人 然后为自己积产美好 好像今世的一些运用钱财上 可以跟将来的财富和真正永生有关系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永生里面包含着 不只是今世和上帝和好的关系 还包括在天火里面所有的赏赐祝福 所以这里面 积财于天 为什么和永生 我们所认为的永生和 这里面所谈的永生不一样 积财于天 可以换取永生 和将来的这个什么赏赐祝福有关呢 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 加尔文牧师说 除非我们注意圣灵所宣讲的 这些经文的意图 这是我们解经非常重要的原解 我们不只学习基督教要义的内容 教义教理 还要注意加尔文牧师的方法论 他如何去解经文脉呀 特别是作者的意图 这解经文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讲文脉里面 作者讲这个话 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明白这个经文的意义啊 我们不能根据我的意思 按照这个经文字面的意思 直接就抠出来 好像这个经文独立于说话的作者 独立于说话的处境和对象 然后他的意义就被我独立出来 任意的去引用 而是要按照保罗在讲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我爱死你了 这句话独立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明白它什么意思 一个爱人真心对他所爱的人的告白 我爱死你了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听到的 我爱死你的意思啊 那还有就是一个孩子闯了大祸 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 他爸爸狠呆呆的说 我爱死你了 你太可爱了 这就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根据处境和画者的意图 对象等等 来了解他才能真正的涵扬 不能只是根据几个一句话来明白意思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 这里面并不支持上帝所有的厚恩 都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善行啊 神并不忽略讲上我们任何的顺从 但是这个顺从本身在神的眼中 其实不是配得奖赏的 因为顺从不完全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出于他的善意去激励 鼓励我们 激励我们 后代我们 让我们更好地去顺从他 并不意味着顺从本身是完美的 是配得奖赏的 第一他不完美 第二即便完美 那是英分做的 也不值得什么必须赏赐 好像上帝欠我们一个赏赐似的 那我们就明白了 这一切 这个话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然后受逼迫得天国 叫你们配得神的国 因为你们正式为这个国受苦 因为神是功劳 抱怨的赏赐 等等 然后神并非不公愿 忘记你们为他的功劳 好像所有的一切 我们得尽神的国是因为我们受苦 不是的 这里面配得不是指功劳 不喜悦 他所拣选的儿子 效法长子基督 基督受苦 然后才得进入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 上帝就应许我们 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承受 为基督的名受苦的时候 这是上帝给他的羊打上标志 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标志 是他为基督的名受苦 真基督徒的标志 是为基督的名受苦 神看我们配受他的国 是因为他 我们身上带着主和主人的标志 一个仆人是主人的厂 所有是因为他身上有主人的印记 主人给他打上印记 买了以后打上印记 一个羊牛有些农场是这样 打上这样的印记 或者带上什么标签 证明是某某人家的牛 身份的象征 所属的象征 我们基督徒属于主 是因为我们带着基督的印记 这个基督的印记 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苦 受逼迫 你们受逼迫 你们要欢喜快乐 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神的儿子 理所当然受这样的 然后神为了刺激我们的懒惰 脱离懒惰 使我们确信 为主的名 的荣耀 所受的一切的患难 必不是突然的 一方面是 激励我们 安慰我们 不要让我们懈怠 好像受苦突然 另一方面激励我们 不要让我们懒惰 甘心了一位 他的名受苦 所以用这种应许 激励我们 并不是意味着 我们这种行为 本身配得 所以受逼迫 得天国 不是等价交换 而是赏赐 作为神的儿女 一些真正追随 耶稣基督的人 人若不悲起 实际上就不配 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耶稣跟随 他的人说 他们既然逼迫了我 也会逼迫你们 对不对 就像逼迫 以前的先知一样 既然在老师身上 做这样的事情 更何况学生呢 学生不能大过老师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蒙昭不经蒙恩 而且也是为他的缘故受苦 这是保罗讲的 一个敬虔 立志在基督里 敬虔度日的人 一定会受逼迫 真正神百姓 真正信耶稣的人 一定是追随耶稣的人 追随耶稣的人 一定是遭世人厌恶的人 不一定非得每个人都恨你 但是在属灵的基本原理上 不信的人 撒旦所掌控的 这个世界的原理 一定会仇视那些 认真过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人 一定会受逼迫 这是所有证明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 一个记号 受苦 为基督受苦 是真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然后受逼 奥古斯丁也谈到 主持信使的 他让自己成为我们的债务人 好像欠我们是吗 不是因为我们这里 他从我们这里接受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应许我们 一切赏赐给我们 什么意思 主是信使的 之所以信使是他应许了 他一定会照着应许去给我们 所以他应许赏赐给我们 所以他就成为他应许自己的 自己应许的一个元素 因此他欠他所应许给我们的 这个欠不是因为我们 因着我们做了什么 所以他欠我们的 而是因为他应许给我们 所以这里面就否定了 上帝赏赐给我们 是根据我们行了什么 他对我们行了什么的一个公平的 公义的一个回报 而是因为他自己应许 他怜悯应许我们 他是信使的 所以他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 这是信使的 最大的是爱 我们若什么全面的衣衫等等 爱是联络前的 最大的是爱 所以天主教里面强调的是 为爱 借着爱成义 这个我们也多少能够理解 中国的所谓的三字会 这个其中一个主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席 就是丁光逊 他主张的为爱成义 为什么这样 你发现他们的思想 很接近圣公会的思想 更接近天主教的思想 因为天主教里面强调 借着爱心成义 虽然是爱是最大的美德 但是 我意味着借着爱成义 以在别处指出 加上我们是说 第一处经文 指真信心 真信心一定会产生爱心 生发人爱的信心 第二处经文是说 爱心比真信心更大 但不因为这爱 具有更多的功劳 虽然美德当中 爱是最大的 比信心更大 但是爱也是出于信心 并不是因为爱 就否信心 所以爱本身 不是什么更多的功德 因为它会结出 更多美好的果子 所以它相比信心更大 所以这个我以后再讲 那信心拥有称义的力量 不是因为它 作为行为的价值 称义完全依靠神的怜悯 和基督的功劳 注意称义的重要的基础 动因神的怜悯 神出于祂的怜悯 功劳因 或者是治疗因 是因为基督的功劳 基督的义 工具因是我们借着信 接受这些 所以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功劳 除非我们履行爱的本分 否则永远无法达到这种完全 由此我们推论 因为所有人距离此全部 此成全都如此遥远 所以我们没有达到完全的指望 除非我们履行爱的 所有的部分的本分 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完全的爱 所以因此我们也不可能靠着这个爱 在神的面前获得诚意 因为我们的爱都不完全 所以罗马天主教根据什么最大的是爱 借着爱诚意 但即便是这样 爱也是不完全 但重要的是爱还是出于信 生发信 所以不能因为爱的行为和生活获得意 即便你努力爱也是不完全 因此还得要回归 我们借着基督 上帝的怜悯和基督的功劳 借着信心诚意 才能被神接纳 所以爱也不完全 因此也不能成为诚意的资本 那进入永生应当遵守诫命 这个夫子你做什么善事 才能等于有时候 耶稣回答说 你若进入永生必当遵守诫命 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竟然想 在神的面前想靠遵行律法诚意 这个人肯定是不认识自己 所以基督对他说 你如果想靠着善行遵行诚意的话 那你就得完全遵行诫命 但是当一个人想把他引到律法面前 当他真的明白 遵行律法是不可能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他就在这种审判和绝望当中 不得不谦卑的承认 在自己行为之外 去寻求诚意的方法就是基督的义 发现基督 在基督里才能寻求平安的屁股 所以基督才说到没有提到律法 而说到凡劳苦当中 当然被定罪 被罪压伤的人 这些在罪之下受咒诅劳苦的人 到我这里来 到基督这里来才得下安息 他的恶是清醒的 就是只要追随我学我的样子 心里就会得安息 所以这个不是鼓励我们靠着行为称义 而是对这种不自量力的人 试图靠行为称义的人 用行善来问 就不说他称良善的夫子 这个本身的问题 就单就行为善事 做什么才能得永生 耶稣就带他到诫命 在诫命面前 就是让他认识自己是个罪人 绝望让他投奔基督 还是回到信靠基督的诚意这个路上 然后信心本身就是行为 约翰福音 六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耶稣说 别人问他说 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跟前面那个年轻的财主同出一辙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回事 这个我们没有研究 但是约翰福音里面 有一个人做 门徒问他做什么 行什么才做神的功啊 耶稣说信就做神的功 信神所拆来的就是基督 信基督就是做神的功了 然后他们就直接说 信心就等于做功 因为他们把做功这个概念翻译成行为 所以信心就是行为 所以我们靠着信心称义 实际上就等于靠行为称义了 加如牧师说义 这个义是透过福音所宣讲的 借着福音所应许的 所以我们必须单单的借着信心 才领受啊 但是人被定罪 不单单是不信 还有根据具体的行为啊 信心使人诚意 不是因为信心本身的价值啊 赚得诚意 而是因为信心接受是工具啊 上帝出于他的灵敏 白白的将基督的义赐给我们 所以行为的义 在于完全遵守立法 这个已经不行不通了 没有人能遵循 除非我们整个一生时间上 一生不是一次啊 一生遵循 而且是完全遵循 没有一件不顺从神的旨意 在每一件事上都要顺从啊 结果我们发现这个是根本做不到的啊 所以还是要回到神的怜悯 基督的义 借着信心诚意啊 所以信心如果靠行为诚意 必须达到一生完全顺从 没有一点瑕疵 没有一条犯罪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要回到 那没有人做到就是罪人嘛 罪人就要灭亡嘛 所以罪人还是要仰望神的怜悯 和基督的义 借着信心诚意啊 那我们今天讲了什么呢 善行和奖赏 并不支持借着行为诚意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 他们根据这个圣经里面 一些关于上帝 对行为的报偿 或赏赐的这样的应许 就推论出 我们可以靠着行为诚意 这种虞论是不成立的啊 为什么 我们简单总结 称意是基于神的怜悯 根据基督的义啊 人信心只不过是接受 然后与基督的联合 有份于基督的义 在神的面前被看为义啊 这是称意的啊 大概的定义啊 那讲上什么呢 因着神的怜悯 他应许我们啊 然后这种应许呢 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 在行为之前就应许了啊 所以他激励我们 鼓励我们 安慰我们 辅助我们的软弱 并非是对我们行为的 一种功劳的报偿啊 不是公义的这个交换 而是恩典 那行为称意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要真想靠 行为称意呢 那你必须一生行义 而且是完全的行义 没有一丝的不义 没有一件不顺从 那这个只能给我们 带来绝望 因为没有人一生 完全顺从啊 是绝望的 死路嘛 所以呢 我们要回到因信称意 因信称意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 所以因信称意的教义 是让我们谦卑 不在自己里面 不在自己的行为 功劳上找根据 而是基于神的怜悯 和基督的义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 不是我们的功劳 所以我们应该 过圣洁的生活 为什么 上帝呼召我们称意了 呼召这个呼召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 过圣洁的生活 行善的生活 所以因信称意 也激励我们 让我们感恩 安慰我们 为什么 我们即便是软弱 跌倒 也不灰心 不沮丧 因为基督已经 给我们赚得了 所以我们应该受苦 应该确信 即便我们这样软弱的人 仍然在基督里 在神的怜悯当中 仍然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面前 作为儿女承受 神所应许的产业 要有确信 因为这个根据 应许 根据 不是我们 自己里面 或行为 而是根据基督 和上帝的怜悯 和信实应许 所以我们应该称赞谁 今天呢 这个基督教要义 我们三卷里面 称意的内容 我们就学完了 一共讲了十个讲题 虽然很庞大 但是希望透过这些内容 整理我们信仰的基础 真正好好学习称意的话 真的就让我们 不过于自卑 也不会骄傲 也不会那个 过度的定罪 或者说过度的放死 所以称意真的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是基督教的基础 是真正敬虔的根基 如果称意的教义 出了问题的话 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就崩溃了 所以盼望大家 所有敬虔的生活 都基于这个称意的信仰 就像基督教 又一所牌匾的 先讲称意 然后再讲基督徒 回头又讲称意 是让我们的善行 既是有根基 又让我们知道 这种善行的本质 是在神的面前 既是神救赎的计划 连免的果子 又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不能夸口 换取救恩的 这样的善行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从这个 借着这本书 来学习圣经当中的信仰 作为很好的一个教材和手段 愿生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同心合一祷告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